大家好,我是吴云俊 欢迎来到跟着资本家炒美股 这个是我整理出来的资料 它左边这个时间4.002 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美西的时间中午1点钟 这个是中国时间 我用了这个系统 它就自动的把它归结从中国时间 那咱们来看一下这个6 这个是6月9号的图 最后买入的一些图片 咱们也就来看一下 有什么的一些是比较重点的 它有连续几天都是买入的 好不好 咱们从下面看上来 它是4点钟整 星巴克 星巴克 星巴克一个雷神 然后这个雷神是买了60万 那看一下还有我们关注的一些 这个 不好意思 Varition Varition是也是非常高的一家公司 然后台积电 台积电也是4只非常高的公司 AT&T AT&T哇很大手的买入 AT&T是265万的买入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 再看一下哪里 迪士尼 交股文 洛西马丁 Visa Visa 它是很高位买的 200块钱买的 然后还有这个波音 波音也是有31万股票 那我们再看一下别的 这个别的 这是6月9号的 我们再看一下10号 6月10号的 这个是6月10号的 还是有Visa 还是第一个有Visa 还是这个还是有Visa 还是第一个有Visa 然后达美 它因为早两天 今天是这个6月11号吗 早两天 这个还是大热门的 这些航空股 这个涨了都是10% LMT 洛西马丁 又来一个马丁 Oracle AT&T 迪士尼 还是有 然后这个 下面 Shopify 波音 这个 诺莎 诺莎 NOC NOC 也是一个军工类的股票 我也很是很关注 又见我的雷神 雷神 我是有持仓的 70万股 你看上面这些都是小数目 AT&T是192万 看来还是有很多人在追AT&T 对吧 又来一个Visa 台积电 英伟达 昨天6月9号没有英伟达 没有英伟达 星巴克 昨天6月9号是有的 前天 今天6月11号 上一张图有 特斯拉上一张图没有 这个 奈飞 Timo Bosisco 好 这个 下面差不多了 没有了 我们就看下一张 找个6月10号的 这个是6月11号的 这个是6月11 不好意思 老是搞错 咱们来看 咱们来看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阿里巴巴 刚才是没有的 6月9号那边就没有 Shoppy 有了 Shopify 迪士尼 洛西马丁 又有 这都是买入 都是主力买入 甲骨文又有人买入 看一下 Visa又还是有人抄 台积电 有人抄 宝宝的雷神 我的雷神 一百二十一万股 今天 AT&T还是有338万 你看 哇 很大手笔的买入 NOC JWN 这个 这个其实 6月9号 6月10号都有 这是我们西雅图的一家公司 但是它具体是干啥的 我确实不大了解 这个还有Vision 又是一个主力买入 波音 英特 英特是昨天有 6月10号有 6月9号没有 哎 星巴克又有一个追人追进来 然后是好 是多 特斯拉 这几个都是可以 而我手上持有 我这个 5G概念股 就 反而高通 没有人买入 但是这个台积电呢 也是稳定的人买入 到最后的那一刹那 最后的 他最后的那个筹码 他可能 这一些机构 可能投资者 可能就不会了 但是这一些机构的话 他算过的话 今天就已经是一个 最好的买入点 即使不怎么样 也是最后的 那个时候 也要买进去 他知道明天 或者有什么政策出来 所以以上勾了这几个股票呢 都是连续三天 有买入的 都是有一个买入的量 这里头 就是 Verizon AT&T 星巴克 等等的这些 还有这个迪士尼 迪士尼 我上一个 前两个视频的时候 已经重点 说过迪士尼 这里就不多说了 那反而 我比较 这个看到 希望是雷神 还有这个台积电 这两个 我觉得都是 比较被低估的一个 Visa也是可以的 Visa 你看这个Visa 也是买卖的人特别多 但是呢 我就不怎么感冒 对于这些 他的 其实他的唯一一个 他不是一个光光 一个Visa这么大的 他是 那个叫 Possessing 就是那个移动支付端 他是非常 是最牛的龙头股 他值3000多亿呢 他市值 但是我就没有他 找到他一个 什么特别牛 特别给我有利益的买入点 我没有什么理由 去操作这个股票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